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五体系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这个单元是要跟大家一起再继续来探讨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里面的第二十三餐 是参访无上圣长者这位大善之士 那我们上一次呢 已经有介绍了这位无上圣长者的一个背景 也就是他是在可乐城城东的树林 无忧树的树林下 就是为无量的商人 居士来排解世间的种种的事物 那这个世间的种种的事物呢 他是当时是因为善财童子呢 他在旁边所看到而描述的 那他在排解世间的种种事物 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能够让众生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本的问题 其实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我执 我骂 那么这一些的烦恼 所以呢就是要去除 那么善财童子呢 他就屈前向无上圣长者呢 请法 无上圣长者呢 就开始呢 就进一步的详细的为他说明 他所证悟的这样的一个菩萨的解脱法门 那这个解脱法门呢 是称作一切处菩萨行门 无依无作神通之力 那我们之前呢 就介绍这个无上圣长者呢 他向善财童子要叙述 他所成就的这个至一切处菩萨行门 无依无作神通之力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他也告诉善财童子 就是说 他就是在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他度化欲界的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是接着上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再继续 那我们三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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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经文里面呢 无上圣长者就向善财童子就进一步的详细 解说他的这个至一切处菩萨行门 所度化的欲界众生为他们说法 第一个是令他们舍弃非法 就是舍离一切不正见 没有符合佛法的这一些的行为 那我们之前也已经介绍了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要能够舍离非法呢 我们应该就是要依照佛所教导的方法 那从戒定会来开始起修 然后得到我们真正的这种智慧 那么自然就能够了解正法 所以舍离非法的时候呢 应该是先要他们止恶 他们的这种行为 或是他们的念头万念 要先纠正过来 所以下面呢 就是更详细的内容 就是说要舍离非法 有哪一些呢 就是举例啊 像说令习争论 争论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众生呢 就是能够了解到这样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知道呢 就是争论本身呢 应该是我们的我见 就是每一个人呢 就是坚持自己的这种看法 然后呢 就是不能够同意别人的看法 所以在这个中间呢 就是为了不同的这一些的这种观念呢 而起争执 那实际上呢 这样的一个争执呢 基本上呢 都不是真正看到这种诸法的真实的现象 那诸法的真实现象呢 当然就是说 一切的诸法本性是清净的 一切的诸法是平等的 可是呢 在我们世间所看到的这一些众生的种种的现象 实际上是有差别 那这些的差别呢 也是因为我们众生啊 过去种种的因而造的不同的呈现的现象 这是以前的因而成就的果 那现在的果又是将来的因 所以这个因果就是这样子的这种互相循环在一直延续 所以这个叫做轮回 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处理 所以种真在这个里面呢 都是把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自己的见解啊 我们都认为都是我对 那就在那里起真正 那实际上呢我们都看不到 一般世间的这一些诸法的因缘的这种来龙去末 那也不知道诸法本性的这种真实的现象 那所以就在那里呢 你真我夺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属于 就是前面呢 善才童子啊 他在看到吴上圣长者啊 教导这些 这些围绕着他的这一些的居士啊 商人啊 他们所教导的这种说法的内容呢 总称的就是要能够 要他们能够去除我骂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等于是针对习争论而说的 那下面呢还有 由我直我慢而会产生的呢 还有令族斗争 就是战斗啊 或是互斗啊 或者是乃至呢 就是互相的打仗啊 那所以呢 就是要去除我见 我直我骂 那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去除这些斗战 就是有称恨心而产生的 那也要令他们那个指奋静 奋啊 就是等于是我们生气起来的那种状态啊 那静呢也是互相就是在就是比较 所以这些呢 等于就是有一个我见在那个地方而起的争论 斗战或是奋静 是这样 那在生意层呢 就是心里所纠缠的冤结 就是说前面争论斗战奋静啊 这个是看得到的 这是外在的行为 那心里呢就是存着是怨结 有的人打仗 或是这个打架 或是争吵 那么结束了以后呢 虽然有一个高下 可是心里还是不符啊 还是有怨结啊 所以心里它所产生的这个怨结呢 就是我们心里的欺负 就是心里呢 就是卡在那个情境上面 所以这些呢 等于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生命的这种内涵 其实呢 我们自己平常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观察 我们都不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的心啊会闷闷的啊 或是为什么我们的心啊 一下子没力没有好像不快乐啊 那实际上呢 都是我们的行为里面 这一些的这种反应种种啊 就产生 那我们不知道化解啊 我们不知道化解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冤结 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欺负 就把我们的心啊 绑住了 我们没有办法透气啦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每一个人所存在的这样的一种心境的状态啊 变成是一种牢狱 好像做监牢这样子啦 所以我记得之前我看过有一位比丘尼啊 那么他写了一个书啊 他就写到说 他有一次 那是说他是说他的做梦啦 可是这个梦里面呢 好像跟这个佛法的这个味道啊 是非常的契合啦 他就梦到啊 就是他从一栋这个大楼里面啊 他就逃出来 然后这栋道楼里面呢 一层一层的人好像 都好像都在里面啊 有人在那里啊 好像玩乐啦 那里面的人啊 就好像都在里面在那里纠缠 然后呢 这个楼房啊 外面都有这种好像警卫啦 然后他跑出来的时候呢 那个警卫好像也看看他 也没有要把他抓回去 然后他就觉得说 他好像蛮自由的 他就出来了 那很高兴的他就一直跑一直跑 然后跑到好像一个对岸那边去啊 然后看到那边有那个房子就很漂亮啊 结果他就敲那边的门啊 他说哦 那个里面开门的人啊 长得很庄严 然后个子又很大这样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是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在形容啊 好像他的心已经有出离的这种 好像我们一般的人的这种 这种好像玉戒啊 色戒 无色戒 那这个部分呢 就好像是我们自己形成的一个监狱一样啊 那那一些警卫呢 实际上本身啊 他也没办法真正把我们抓回去 如果说我们有能力说啊 那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监狱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贪求的这一些 欲望的对象 那如果我们都一直在里面贪求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监狱是我们把自己锁进去了 那如果我们看清楚的时候 实际上这些的欲望是假的 我们这些有什么好贪求的 那我们的心呢 没有结了 没有对象了 那我们的心就自在了 那自在的时候 这个监狱本身 其实没有人把我们抓着了 其实我们要出来 我们是可以自由的 我们可以自主的 所以变成说 我们常常说三界如火宅 那法华经里面呢 也就是在形容说这个火宅玉啊 就是说这些众生啊 他们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玩乐 那这玩乐的对象就是指着我们众生的 欲望所追求的对象 那我们都很认真啊 以为真的啊 就是你真我夺啊 这样子在那个里面起贪生痴烦恼了 那我们贪不到的 我们又起冤结啊 那种种的这些行为啊 那等到这个火烧了这个房子 我们都还不知道 所以法华经里面说 那这个已经起火了 可是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些孩子啊 因为这个里面 它是指着是一个长者要救他的孩子啊 所以他在外面看啊 他是很着急啊 希望他们赶快出来啊 结果这些孩子呢 还是看看长者啊 好像不以为紧张啊 还在里面这样子在玩耍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长者呢 他就要用玩具来逗他们 你们赶快出来啊 我这边有好的东西啊 你要是出来呢 我有玩具啊 洋车啊 绿车 路车啦 还有这个大白牛车啊 那就是吸引他们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在法华经里面的这种火宅三车欲啊 就是说因为佛呢要度化我们众生啊 就先借用说我们可以正道身文 有可以正道圆诀有这些恶秤的果位 那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呢 好像以为有所得啦 就赶快去修要去修正得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实际上呢 佛最终的一个目标呢 也就是应该每一个众生都要学佛 成就大白牛车啊 就是也要能够能够度化众生 是这样子啦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就是从无上圣长者啊 他在度化欲界的众生呢 等于就是最初法华经 佛要度化这一些众生呢 从火宅欲出来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那欲界的众生呢 因为大家都是随着自己的这一些的这种习性欲望啊 种种啊我们都在贪求我们自己的对象 那不看没有办法看到说我们所贪的 是我们自己的心性里面的这一些的烦恼 那我们所贪的对象实际上也不是永久的 也不是真实的 那即使得到了 其实我们的贪还会再继续 那么种种的这一些的呢 就好像是一个牢狱一样把我们 关的 紧紧的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让我们了解 实际上这个牢狱也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啦 所以无上圣长者呢 既然呢他所说法的对象呢 就是对欲界众生说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也等于是说 我们从华言经里面呢 是在说佛的境界 所以说不读华言呢 不知佛的庄严 佛的富贵 因为他是讲佛跟大菩萨的境界 所以从善财童子所参的五十三餐的大善知识 每一位啊都是非常的慈悲 非常的有神通广大 能够度化众生的这样子的方便善巧 那这个境界呢 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领悟 那我们基本上是从文字了解 可是从菩萨所度化的众生所说法的内容 那可能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等于是对照我们的境界了 我们还没有超脱嘛 我们还在欲界啊 或者是我们有禅定的功夫 真正能够安定我们自己的这个欲 淫欲情欲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从欲界升到色界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比较贴切的部分 那我们就比较能够多了解 那也能够用来呢 就是当作呢 我们在随着善财童子参学的大善知识的教导里面 也等于是在教导我们 所以这个里面呢 就是无上圣长者 他对欲界众生所说法 要能够令他们呢 能够去除冤结 能够去除这一些欺负 还有呢 能够出离所形成的这种牢狱 就是这个欲界的这个牢狱 那能够呢 心里能够免除部位 那这个部分呢 就等于是说 因为我们如果在这一些的贪生吃的烦恼里面 我们要有所得嘛 所以当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 我们心里当然呢 就会起恐怖心 那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是存在这种恐怖的这种状态里面 就不安啊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主要就是由我们的这一些的 这种欲界的这种习性所造成的 然后呢 要令欲界众生呢 能够断除杀生 所以这个部分呢 等于是前面是止恶的部分 所以要能够断杀生 乃至斜见一切恶业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是要去除十恶 十恶业 我们说的 杀到淫忘九 都要去除 所以他这边有个乃至 那乃至斜见呢 就是还要去除我们的贪嗔痴 斜见我骂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止恶的部分 那这一些的恶业呢 都不可做 揭令禁止 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先告诉欲界众生呢 是非法的这种行为跟观念 然后呢 再教导欲界众生呢 应该怎么做 所以要顺行一切善法 所以要能够修十善 就是转十恶为十善业 就是能够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 不淫欲 或是不邪淫 或是不淫欲 不妄语 然后不饮酒 那能够起正念 那去除贪嗔痴 我慢 那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 在无上圣的 长者的教导呢 他还令欲界众生能够修学一切记忆 那就表示呢 无上圣 长者 他还能够呢 教导众生啊 这个世间的这种 技巧啊 专业 那这个部分呢 等于他有这种世间学啊 所以他能够让这些众生呢 基本上在生活上面啊 他可以有一技之长 那能够维持自己的这种生活啊 所以这个也是基础 那也表示无上圣 那孩子是非常那些人中心呢 那那么长者呢 是非常的确实在帮助这些的欲界众生 那能够从我们实际的生活上面来改善 那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这种生活自给自足的这种能力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说能够富而好利 一个人他的基本的生活能够具足的时候 他基本上他就会提升 那么就比较不会想要去偷 或是去做这些这种危害别人的行为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当然我们说社会上面那也有一些 他并不是真正的贫穷的人 他也是就是会做这些恶事 那这个是习性的问题 所以在无上圣长者 他基本上就是让这些所教化的众生 能够学习世间的这种记忆 那能够在这个世间有利益的行为 那也许就是这些受教导的对象 他不一定就是说 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这种钱财利益 而能够就是用他们的这种一技之长 而能够去帮助别人 是这样 所以用这种世间的实际的方法来行善 然后呢 在为他们说分别种种株论 就是能够让他们慢慢了解道理 有生活的能力以后 慢慢从心对理的这种了解的能力去培养 所以说种种的株论 就等于是说了解佛所说的这个道理 那么加以诠释 加以解释就是论 所以就是分析给他们了解 我们这个世间因缘 那为什么会每一个人 我们所生出来长相不一样 那我们所生出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不一样 每一个人所生的家庭财富贵贱不一样 就是了解这个因缘法了 了解我们这个世间的苦极灭道了 我们这个世间是无常了是苦了 所以慢慢的让他们了解这些世间的道理 所以让他们能够了解 以后生欢喜 所以另见成熟 这个地方就等于是一个层次了 就是无上圣长者教导这些欲见的众生 就等于是稳定他们的生活 然后提升他们的知识 教育他们有教育程度了 所以这个时候叫做成熟 本来是生 生就是不懂得道理 所以我们好像一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台湾话说 这个人 那人不懂你欲白做得像七万 生翻 是生的 这里的成熟 开始有文化文明 穿着也会干净 然后得意 应该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 那么慢慢的又有文化了 讲话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话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这种程度 他就能够慢慢有这样子的辨别 所以叫做成熟 从生的到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教育的内容 那这个是无上圣长者的教育的方法 那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它是能够了解欲见 种种的这一些的贪生痴欲望是对我们不好的 所以等于是能够趋于安定我们的心 所以说从欲界到色界这个过程 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从禅定的层次 就是让我们的心去除欲的贪求 那心就安定了 那另一个层次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正法 那了解了我们的这种行为是不好的 那么用我们的智慧来调整我们的行为 那这个时候就叫做是叫做折灭 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决定力来灭掉我们的欲望 那另外的是用禅定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这些欲望 它见趋于暗定 是这样 所以在无上圣长者的这个教导 就是正好对峙我们在欲界的众生的这一些的问题 所以它也为欲界众生教导 让他们见趋成熟 然后还有不同的对象 它对于外道 它随顺外道 而未说圣志 另断诸见 这个是外道 就是说在欲界的众生 他们是完全不懂得什么道理 即使有就是一般的这种我见习性这一些 可是对外道来说 这外道就是有这种不正见 这外道变成是说 它有一个不正确的道理而以为它是真实的 有的以为我们这个世间是长 我们这个世间是长 就是永远都不会消灭 那有的就是断见 以为什么都不会毁灭的叫长见 那有的叫断见 以为我们这个世间也没有因果报应 然后我们这一生过了就没有了 什么事情也没有了 所以可以乱来 是这样 那有的人他反而 就还更加的需要去害人的 那这些都是外道 但是凭他自己对世间的错误的这种认识 而以为是正确的 还用这样来教导别人 所以外道有外道的势力 所以佛的那个时候 也叫六师外道 就是有斜见的 所以这个 无上圣长者 就是随顺外道 就是说随着他们的道理 他们所说的这一些不正见 而为他们说圣志 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子来纠正他们的错误的 就是有长见的 有断见的 那他就要告诉 实际上我们这世间是无常 那不能用这个以为是长或是断这样子来看待 所以叫做圣志 就是用真正的正确的正法来对知他们的邪见 所以说另断诸见 所以这个外道每一道都有这个不正见 然后能够令入佛法乃至设界一切犯天 我亦为其说超圣法 所以这里就是无上圣长者 他基本的教化的对象是欲界的众生 然后对这个外道也纠正他们 然后乃至设界一切犯天 就是设界就等于是从欲界上来了 那么有禅定功夫 那让这个欲望就是减低了 所以就是只有存着这个色跟这个食欲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为他们说超圣法 就是说从欲界到设界 这个部分基本上就是由禅定功夫 而得到去除这个社界的欲望 而到这个梵天就是社界 是有禅定的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说 当欲界的众生 他还不懂得真正的佛法的道理的时候 可是他可以习定 那习定就是把本来的欲界众生 所有的这种淫欲跟情欲 他变成就是说降低了 由禅定让这一些的欲望的作用就降低了 那降低了可是没有真正的去除这个根 所以一般就是说他好像是用个石头把他压着 可是这个时候他是有禅定的功夫 而让他是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产生 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心转换的对象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心去安定 然后可能也对这个禅的这种境界 他也起了这种贪念 那这个部分是属于社界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要为这些社界的梵天 那有梵仲天、梵斧天、大梵天 这些都是属于梵天 那要为他们说超胜法 就是说也不要单直于这个禅定的这种境界 因为一般说就是禅定的这个乐 它是超过欲望的乐 所以那种乐就是会让人起贪的 那只要有这个贪在的时候 那还是会在这个轮为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去除这种贪 所以说无上圣 长者他们为社界的一切梵天 就说超胜法 就是还是要懂得究竟解决之道 是要去除我们有这个贪的这种 我们心里的这种烦恼 如果只是单在这个禅定 还是不究竟的 所以真正的超胜是要看到 我们的贪的这种根本而去除 是这样 那这个是无上圣长者 他就为善财同志 就是在比较详细的 就是说明他所度化的 这个众生的这种内容 所以他又在向善财同志 就做一个结论 他说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还有乃至十方 十不可说百千亿 那由他佛刹为陈述世界中 等于是说他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还有十方 十方每一方都有一个百千亿 那由他 那由他就是不可数的意思 就是百千亿的不可数的佛刹 就是佛国土 那么这样子的 多的好像围城一样的世界 所以在这边的围城就是形容词了 因为佛国土这么多 就好像围城这么多不可数 那么在这些的世界里面 他也为他们说法 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还有十方的这样子的佛刹的国土 的这些世界 他也一样 然后来说佛法 菩萨法 僧文法 独觉法 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说的 十法界的四圣 所以 为令众生舍诸想 拙 能够去除 这个众生的想 诸想跟执着 那这个部分 应该就是说 是对无色界的部分 无色界的部分 就是他们是在心里的这种境界 心事上面的 所以他们就等于是说 存在于自己的心事 所以无色界没有物质了 可是他心事还在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令这些的 这种执着 这种诸想的 就是担逆在这种 自己的心事的 这一些的 无色界的众生 为他们 说这个四圣法 然后呢 让他们能够证得佛无依法 就是佛的独立的境界 独立无畏的境界 就是没有依靠任何的境界 所以真正的佛的境界应该是无所依 那如果说还有这种心事的这种境界 要去执着的话呢 那就还是有所依了 所以这样子的才能够真正的涌灭诸烦恼人 所以等于是说 寄界 色界 无色界 那色界 寄界 无色界 在这个地方呢 无上圣长者呢 他等于是说最究竟的能够了解到 我们众生存在的三界的这种状况呢 最主要的是要能够脱离这样的轮回呢 还是要从断除烦恼 这样从根本下手 所以说戒定慧 所以他说去除恶 恶行就是戒 戒行 要去恶行善是属于戒的部分 然后从禅定的部分呢 就是说从御戒到色戒的时候 他基本上他已经有禅定功夫了 然后到无上 无色戒 那这个地方呢 还没有究竟断除烦恼 只是借用禅定 所以断除烦恼基本上呢 如果我们说以嗜果来说啊 那就是断除我们的身见 那能够开始呢 对正法有正确的了解 然后能够去除贪生痴 这样那正到欧罗汉果 那这个是从清静的这种行为来说了 可是从这个我们在《华音经》里面所说的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这个部分呢 那就是还要能够令能转如来法轮 是这样啊 所以永断诸烦恼轮是自己的清静 没有烦恼 去除我们的这一些的这种贪生痴烦恼 那可是还要能够转如来法轮 就是那我们要学习菩萨行啊 我们要了解这个菩萨道 然后呢能够一样学习佛来转这个法轮 也为众生说如是法 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等于是来行菩萨道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 是无上圣长者他在教化这个众生的方法 那这个部分呢等于是说明的很清楚了 这个部分呢就等于是说无上圣长者啊 他虽然呢对这个商人啊 还有这些居士啊在家人啊 他好像是在处理他们的这种世间的事物啦 也许有的人他遇到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这些不平的事情啦 或者是种种的这些委屈啊这些啊 那这些的这种事情呢 就是造成心理的这一些的问题啦 那所以无上圣长者呢 最终呢还是引导他们啊 从世间法到初世间法 然后呢到非世间非初世间 为什么说非世间非初世间呢 因为世间法是我们众生的这种贪生痴的世间啊 那初世间呢是等于是出离这种世间的贪生痴啦 那就是得到清净啦 可是呢佛菩萨要能够度化众生呢 也不能只有初世间啊 那初世间等于又跟世间没有连结啊 所以说初世间初世间 还要非世间非初世间 是这样啊 就等于是说那我们本来是清净的 可是呢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啊 有因缘啊那有人需要啊 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愿力啊 我们还是要随缘来度化众生 是这样 那也不是说为了要度化众生 那就永久都跟世间凡夫都一直在一起 那也不是这样 那这样以为有众生可度 还是要听到说 是经文教导的是说 度化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可度 那那个时候就是又世间又初世间 又非世间非初世间 是这样 所以好像有众生啊 可是没有众生的这样的执着相 是这样 那是菩萨形的这种悲愿在那里 要在这个世间度化而已啊 所以他在这个世间也不是真正在这个世间 可是他自己的这种境界啊 他又没有离开世间 所以又非出世间 是这样 那所以呢这个是无上圣长者啊 所以他的名称叫无上圣啊 也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呢 是无可比较的啦 这叫无上圣啊 没有人可以胜过他的啦 所以他就告诉善才童子啊 善男子 我为之此 至一切处修菩萨行 清净法门 无依无作神通之力啊 所以呢 他是至一切处 因为他所度化的众生 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还有呢 十方 十个不可说的百千亿纳 由他佛刹为成数世界 所以说是至一切处 然后修菩萨行的清净法门 他是用这样子来度化众生的 当然是行菩萨道啦 然后呢 能够让所度化的众生呢 也能够无依无作 神通之力 就等于是他这个前面的介绍 度化众生 能够让他们证得佛的无依法 那这个部分呢 来说无依无作 这样子的一种神通之力 就是能够转化众生 能够从烦恼到清净 然后能够转如来法轮 为众生说如是法 就是等于是把我们本来是众生的这样子的情况 转化变成菩萨 这个就是神通啦 所以在我们这个中国佛教的至子大师 他在他的指冠 摩托子冠里面就写到说 这个神通 当然有很多种 我们说有六种神通 对不对 那他说呢 我们众生有一种神通力是最不可思议的 就是我们转换我们的烦恼 真正的神通 我们有贪生痴烦恼 我们能够转了这些贪生痴烦恼 那真神通 那是更不可思议 那个是更难的能力 那个时候真的是要用我们的智慧 看到我们的贪生痴烦恼的这种存在 然后能够用我们的智慧的力量去转换它 是这样 那这个时候就我们有神通 这个是真正的这种智慧的神通力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介绍无上圣长者 那先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先做一个回向 愿于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事成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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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财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记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借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立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 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实、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 慈悲至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且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 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 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起 www.liv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tm 高雄生命书方 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祭礼拜千佛法会 宫秦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2月3日 农历正月初三 星期四 上午8点半 地点 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洽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意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供修 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举办 新春祈福 恭送金光明最圣王金 点灯供水 要供 甘露诗实 佛前大供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1年2月4日 大年初四 2月5日 大年初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余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 保护措施 在你修行任何法当中 千万不要离开你的心 心生 心生的种种法身 心灭种种法面 你在佛门修行一键念一键圣号 一定要口道心道 当你念佛 属于观想佛 观想阿弥陀佛现前 你念地藏 你观地藏佛就现前 念哪尊 修哪一个法门 你观想哪个 哪个的本尊 哪个大德现前 它能得到加持 这一念就灵 越念越灵 要把你的心 跟身心结合到一起 完了去修 因为这个幼体 没得用处的 是假的了 真的是你那颗心 我刚才上来跟大家说 心佛与众生 是三无差别 因为假使我们这个心 没有成佛的种子的话 你怎么能成佛呀 因为我们都是佛呀 未来的佛 这法和经佛都给我们收集了 在我们每位道友 时时想着 你所做一切事 修心灌 在回目原来的 跟大家讲的 要是这样来灌呢 你一切罪业消失 你就自在了 所以你不用心去 就能磕头拜灿 不动心 不行啊 要心随你的相 拜是修肉体 是身心 你的心观想 你拜观神菩萨说 你得观想观神菩萨现前 你拜的是观神菩萨 观神菩萨现前 拜的阿弥陀佛 观想阿弥陀佛现前 是你的心 拜哪一尊 圣者 或者祝福 哪一尊佛 你的心跟那佛结合起 当你念佛事 口里念的时候 观想佛现前 问彼陀佛现前 我们有很多道友 我经常最近 人们捡地藏金刚 捡张杂金刚 他们惯养地藏菩萨 做梦 梦见地藏菩萨 效果就非常大 因为你能够帮助你 笑在现实面 念阿弥陀佛 口里念 心里想 或者观想 在你睡觉 做梦当中 都在念佛 都在伴佛 你已经注定你能往上了 你自己就知道了 如果你口念 心里没有观想 那个效果不大 你把握上 不过你口里念 心也在念 也在观想 对 让你生实方 决定能上 但你越念哪佛经 就随着那个经 哪个是本尊 哪个是经主 念地藏经 地藏菩萨本尊 念阿弥陀经 弥陀佛经 就是那本尊 那你念弥陀经 已经观想弥陀佛 对 如果念弥陀经 观想地藏 王菩萨得像 效果不大了 念地藏经 得观地藏菩萨 念弥陀经 得观想弥陀佛 像我们 你拜梁皇长 拜祝福八佛的名的时候 你拜哪尊佛 你随着那佛观想 随着那佛观想 相由心生 一切祝法之心生 祝法本自本不生 因心而生 法本无生 是因为外头环境啊 因为环境才有的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 跟别的环境一样吗 跟那大公司一样吗 它那个环境 大家都是大公司就想贸易 贸易想生财有道 但是我们这个呢 成佛有道 我们是佛道 我们观想的 念念都不离开佛 因为外界的佛 人法我们本性的自性 本具的佛 如果我们每位 没有佛性 你怎么修也修不成佛啊 你拿这个煮一锅玉米 想变成大米 能办得到吗 它两个种子不一样的了 因为我们是成佛的种子 我们能够修成佛 一定也能够成佛 能不能现在 祝贺大家 快点两个毛上的成功 但这不是成就啊 这什么一段时间呢 它得继续修啊 我说大家不要多心啊 我们都是财入门 比佛成佛还远的很啊 能成佛 得你自己修 你要不修成不了 这个道路还很长 因为每位道友 经常呢 咱们的住的房子 都要打扫清洁吧 咱们的心呢 很不清洁啊 你随时要打扫一下 就是念念不忘三宝 念念不忘三宝 要能够专修一门 不论修哪一法 修哪一门都可以 八万四千法门 你要一门深入 假使你要想当法师 那就不能一门了 可是众生很多啊 咱就见 昨天还拜梁峰宝颤呢 今天就我来给大家讲开始 那这开始跟那梁峰宝颤 是两回事了 但是 八万四千法门 它莫得达到一个 了生死 对母人来说呀 先把分断生死了乐 最主要的 因此你在一切苦 我遇到一切不顺心的 苦难的时候 你就想到了 就是修理我 修理我什么呢 让我赶快成佛 信吗 但是啊 对我的修理可大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从来不隐瞒 我做了几十年 修理时间太长了 那个时间太长了 如何想如何饮受 那就考验功夫了 那么你所学的 经常讲啊 在这灾难啊 灾难当中 如何观想你的心